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到更看门道 本期介绍台美混席的大联盟选手 Stewart Fehrcheid 他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市 美国籍母亲是台湾人 1996年生即将满26岁 183公分 就读Wake Flores大学后 在2017年大联盟选秀 第二轮被红人选中 总顺位是很靠前的38名 也因此拿到180万美元签约金 换算台币约5000万元 他的球团报告中 跑壘项目被评60分为最佳 也就是说Fehrcheid的速度快 有不错的擂抱间破坏能力 当然外野手的防守范围也相当大 他在2020年从红人被交易至响尾蛇队 Fehrcheid的行动就好像又再被选秀了一次 因为又要重新熟悉环境队友跟教练 不过Fehrcheid在2021年拿出了成绩 在小联盟3A累计打击率3x28 6轰OPS高达1.083的成绩后 被拉上大联盟 2021年7月6日 Fehrcheid迎来MLB初登场 在9局下半带跑急出一垒安打的Steven Vaught 并在启程满垒后上到3垒 最后又因队友David Perota 被促身回本垒得到再见分 算是会令他印象深刻的初登场体验 还是菜鸟的Fehrcheid跑去跟队友庆祝时 还显得比较深一些 Fehrcheid也很快在隔天的比赛 于7局下带打 在大联盟生涯第一个打席 就敲出大联盟首安 是一支强劲的一垒安打 后来也同样因为队友的全力打回来得分 但Fehrcheid接下来打得不顺 在之后的7场出赛累计12个打席 没有急出安打 在被下放3A后打击表现还是有一定水准 于9月3日再上大联盟 并在隔天以一支二垒安打敲下大联盟生涯首分打点 而且好事成双一次进账2分 虽然隔天再被下放3A 但打击表现平稳 整年度在3A留下2成95的打击率 Fehrcheid在小联盟的磨练过程中 把挥棒轨迹变短 给自己更多时间辨识球种 让挥棒速度更快 相对而言给自己更多时间辨识球种 他属于短枪类型 但又能靠速度跑出场打 我的判断是Fehrcheid现在在打击机制上 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就差能不能保持稳定 以及端看他对大联盟强度的适应 Fehrcheid也对他的手背功夫很有自信 球团报告评价也是不错的55分 这是他在大学时期的一个攀墙美技 他也在身上大联盟后接受访问 倒出这个手背的背后故事 我相信Fehrcheid确实有一定的实力 有机会可以站稳大联盟 Fairchid确实有机会 Fairchid确实有机会 Sometimes dogs eat better than we do That one lifted to right field Going back forward Fairchid had to track at the wall Fairchid made the catch for the out Wow what a play What a play by Fairchild Robin a home run That ball just carried and carried And Fairchild robs Trump Going back on